大家好,今天是2月6日,星期四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 根据安省官网最新公布的消息 截至2月6日,安省共有62例疑似病例正在监控中 3例确诊病例 而在前一天安省公布的数据中 安省疑似病例为43例 这说明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安省疑似病例增加了19例 截至目前,加拿大共5例确诊病例 确诊病例没有增加 中国方面,据国内媒体统计 截至2月6日10点01分 全国确诊病例28138例 疑似病例24702例 重症病例3859例 死亡564例 治愈1373例 外媒标题中国病毒惹众怒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冒犯性的疾病名称不可取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继续传播 种族歧视对中国人的影响日益严重 昨天,省报的一则新闻头条标题掀起了讨论热潮 被称为充满了傲慢和歧视性 最饱受批评的是 其报纸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这一行为立即引起了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 佟晓琳的不满 佟晓琳在声明中表示 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 不仅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而且反映了这篇文章中的傲慢、偏见和歧视 佟晓琳还说到 这与省报一贯宣称的加拿大核心价值观 以及新闻道德背道而驰 我们要求省报立即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并停止使用类似的语言 在记者的采访中 华人郝女士表示 她在微信群中发现了这个头条新闻 令人非常生气 她说 我们从来没有把H1N1病毒称为美国病毒 我们也没有将债卡病毒称为巴西病毒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冠状病毒是中国病毒呢 这令人感到非常沮丧 郝女士说 她通过电子邮件向报纸的编辑们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但自己没有得到建设性的回应 她认为 如果没有人出面道歉 则将会进一步加重对华人的侮辱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 已经有很多报道反映了反华情绪的扩张 郝女士说 在学校里 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欺凌 在社会上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欺负和孤立华人群体 推特上也有用户表达了对于审报这一行为的指责 称 审报在标题中对华人群体的歧视让人非常失望 据悉 早在2015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了一个文件 概括了命名新疾病的最佳做法 目的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疾病名称 对疫情国贸易、旅行或福利的不必要负面影响 并避免冒犯到任何文化、社会、国家、地区、专业或种族群体 到目前为止 尚无该病毒的正式命名 但我们普遍将其称为冠状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 像是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这样歧视性的语言 只会给华人群体带来伤害 豪华邮轮疫情升级 两名加拿大人感染 近300人出现病症 根据昨天的报道 一艘日本邮轮上有10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 导致全船3000余人被隔离 其中有251名加拿大人 而在CTV最新跟踪报道表示 在该邮轮周四发布的声明中 251名加拿大人中 已经有两人确认感染该病毒 在日本卫生部对船上人员展开的第一阶段卫生检疫中 发现有10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 但数小时之后 在相关人员进行第二次检疫的时候 发现有关数字大幅上升 在273名出现病症者中 一共有20人确诊感染 日本卫生官员周四表示 除了前一天病毒检测呈阳性的10人之外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新增了10人确诊 最近的10起确诊病例中包括两名加拿大人 据悉 所有20名受感染的乘客 已经被转移到位于东京郊外港口城市横滨的一家医院 预计该船以及3700名乘客和船员 将在其舱室中隔离两个星期 接下来的两次邮轮巡游已经被取消 加拿大撤侨飞机已抵达武汉 联邦部长解答关于撤侨的五个问题 在美东时间2月6日早上7点45分 加拿大用于撤侨的飞机从越南河内机场起飞 并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28分抵达武汉 该航班将接载211名滞留武汉的加拿大人 将他们撤回加拿大 关于加拿大的这次撤侨 很多人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产生了疑问 比如为什么加拿大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 如何保证这些撤离人员不会被感染 加拿大联邦部长对关于撤侨的五个问题做了解释 第一个问题 撤侨飞机位置不够怎么办 据悉 加拿大包租了一架飞机用于撤侨 机上将接载211名滞留武汉的加拿大人 但是早前有多达375名加拿大人申请撤侨 一架飞机上的座位是不够的 对此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在周三晚间透露 美国将会在他们的撤侨航班中 为加拿大人提供少量的座位 美国的这架撤侨飞机将在温哥华停留 届时 这批搭乘美国飞机的加拿大人 将会与搭乘本国飞机的撤离人员走同一个流程 商鹏飞也表示 联邦政府目前正在考虑 如果有更多的加拿大人要求撤侨 将会包租第二架飞机 第二个问题 加拿大政府撤侨为何这么晚 在多个国家相继开始撤侨准备后 在加拿大国内不少媒体的口诛笔法下 加拿大政府撤侨的这个决定似乎有些姗姗来迟 对此 卫生部长凯杜承认 联邦政府起初在面对这一情况是有些措手不及 并且在组织撤侨飞机方面有些起步缓慢 凯杜表示 我们起初对撤侨人数并不确定 但随着更多的交流 我们才逐渐得知具体需要撤侨的人数 凯杜称 加拿大没有在湖北设立领事馆 因此收集撤侨人员信息比较缓慢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其他国家组织撤侨更快呢 记者提到 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葡萄牙 这些国家都早先加拿大一步进行撤侨 那么为什么加拿大组织撤侨要比其他国家慢呢 卫生部长凯杜表示 这些国家没有面临与加拿大同样的挑战 这是因为 他们对受影响地区的公民人数了解的更多 第四个问题 如何确保撤离人员没有感染冠状病毒 中国卫生部门将会在登机前 对每位乘客进行健康检查 如果出现症状将不会允许登机 在飞机上也会有一个六人医疗团队 将在飞行过程中时刻观察乘客的状况 卫生委员会表示 飞机上的医疗小队将身着口罩和防护服 并携带了多种个人防护设备 包括口罩、手套等 如果一名乘客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了症状 将会要求这名乘客穿戴防护装备 并在飞机上的特定区域进行隔离 卫生委员会表示 飞机上将会提供与医院同等级的防护水平 第五个问题 撤离人员到达安省空军基地之后呢? 卫生委员会表示 撤离人员在抵达加拿大后 将会被安置在安省特伦顿空军基地 并在那里被隔离两个星期 每位乘客将拥有自己独立的住所 不会接触到基地中的军事人员 撤离人员在隔离期间也不会聚在一起 他们会被限制不要四处走动 飞机在着陆后 安省卫生官员将会对撤离人员 进行进一步的健康检查 此外 如果日后有更多的撤离人员 一旦特伦顿空军基地满源 加拿大军方将会寻找下一个部队基地作为隔离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俊销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